这道锅巴牛肉饭的主料是 泰国香米饭300克 牛肉丁100克 西红柿丁少许 青红椒腻少许 锅洗干净 加入色拉油 锅滑好放入多余的油 下泰国香米饭 用锅铲将米饭在锅中挤压成型 煎至过程中 加入色拉油 使锅底滑韵 使锅底呈金黄色 翻锅 煎另一面 加入色拉油 用锅铲 将米饭挤压成型 链铛 savoir 立即炒 这准备放入铁锅 在过程中不断放入铁锅 一丝米饭均匀作肉 要让米饭煎到达一片 起水平锅 起碎 出来会 slightest 酸脆 这面已经很好了 外表金黄 米粒酥脆 这是一个最佳的效果 好 可以出锅了 锅挺劲 下底油 入牛肉一煸炒 煸炒入牛肉 出香味 加入黑胡椒脆 再调入老抽 蚝油 高汤 配盐 3克 糖 2克 黑胡椒 下入番茄粒 勾芡 加入青红椒丁配颜色 然后将调好的牛肉汁 交于米饭上面 这道锅把牛肉饭的特点是 牛肉辛香 锅椒出 Common 锅把书吃 肯定想成功